一道菜就用了整整一盒鱼子这样轰炸我 老板大气 我确实有被海中宝石闪到 放进嘴里 就像海浪向我席卷而来 Oh my god 这道椰肉炖老鸭猪肉汤 Oh my god 妈妈咪啊 真的有惊艳到我 救命怎么那么好喝啊 最后我还点了一个经典的云吞面 云吞给的比面还多 这一口面下去太满足了 飞机再晃也影响不了我吃面 哇塞 我是第一次见到用这种高级感 满满的check-in柜台 你一走过去就会有两个人一起服务你 一个专门办理check-in 另一个居然直接把我的行李车 整车推走去 帮我办行李托运 这张是安检的礼遇通道票 礼遇通道人很少 基本不用排队 我安检完以后已经快九点了 所有店铺基本已经关门 太好了 又省钱了 那我们只好直接去头等舱休息室了 这个头等舱休息室真的超级超级大 穿过第一个休息区就会来到工作区 然后走过来就是第二个休息区 这个休息区有一个特别的吧台 我们走进来点餐区 点了个清蒸鱼和砂锅焗蔬菜还有果盘 这个果盘的香蕉切成这样 看起来就比一大条好吃 这个砂锅焗蔬菜真的超级好吃 加了蚝油焗得很鲜香很下饭 我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 我们就准备登机啊 头等舱有专门的登机廊桥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座位哦 座位的私密性不是特别好 但是位置还是很宽敞的 我第一次看见111排列的头等舱耶 一般头等舱都是121排列 然后就给了我一个温毛巾和一杯茶 座位前面有一个小衣柜 空间比我想象的要大 可以放下我的小行李箱 座位非常舒适 配色也很简约 没有大蓝大紫 大红大橘 这边躺着一套睡衣 这个把手可以放下来当一个小桌板哦 位置左右两边都有小夜灯 这边打开是一个抗噪耳机 遥控器反应还蛮快的 遥控器旁边是座位控制面板 不盖你 按键真的非常多 居然还有按摩功能 按下去一倍真的有非常微弱的震动 普通插座旁边居然有USB插口耶 这边翻开就是桌板 这个桌板真的超级重 一个桌板在头等舱都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这个储物空间还是蛮能装的 上方是一个电视 哇塞 这个电视好丝滑 可以滑翔的电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座位前方的空间感是有点像商务舱 头等舱提供WiFi哦 可是我和空姐搞了20分钟也没有脸上 哎呦 这个过夜包好有质感 谁可以告诉我 Benford是什么品牌 里面有眼罩 一盒护肤套装 里面有爽肤水 唇膏 保湿面霜 漱口水 耳塞 牙刷 牙膏 眼霜 和化妆棉 那我们扣哈恩钱袋准备起飞咯 这样看空间还是蛮宽敞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格局 真的很像商务舱 起飞平稳后 我们来看看厕所 这间是比较小的厕所 马桶上方有一个母婴板可以放下来 这边是Benford的护理套装 我们浅浅来个片装 真的很像高级中式餐厅的服务生 感觉下一秒就要去军乐的餐厅上菜 这边比较大间的那间厕所空出来了 哇塞 这边有个专门换衣服的板子可以放下来做 我的天 连洗手池和水龙头都跟刚才那间不一样 怎么回事 这间是给商业精英用的 刚才那间是给我用的吗 空姐帮我铺好桌子后 我们就来点个餐 看到名贵的酒单 我真的是含泪放弃 因为如果我懂酒的话 又可以装一个星际大逼 一道菜就用了整整一盒鱼籽酱轰炸我 老板大气 我确实有被海中宝石闪到 这个桌面摆设也的确很有品味 搭配鱼籽酱的是俄罗斯小圆饼 这边有分开的蛋黄和蛋白碎 这盆面包是热过的 真的超级超级香 搭配鱼籽酱一定要用木勺 或者背个饶子 终于给我装到了 下一秒想把这个勺子干回家 可是我们家没有鱼籽酱 放进嘴里就像海浪向我席卷而来 Oh my god 是我的味觉退化还是怎样 我都没有觉得鱼籽酱很咸 一口接着一口整整一盒 每一口鱼籽酱都堆成小山 每一口都让我连续高潮 太爽了吧 太奢侈了吧 这边站着空姐 我不好意思舔盘 这一道椰肉炖老鸭猪肉汤 Oh my god 真的有惊艳到我 救命怎么那么好喝啊 汤头鲜甜 晶莹剔透 香气扑鼻 椰肉的味道淡淡的口齿流香 赞赞赞 这是凉菜 鸭肉沙拉 配的酸甜酱有一点太甜了 还配了蜜瓜丝 甜上加甜 稍微有一点点失望 保持 然后就是主菜 草莓捕老肉 对 你没有听错 不是菠萝捕老肉 是草莓捕老肉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 这种黑暗料理会出现在头等舱的 我们先来吃个看起来比较安全的卤笋豆皮卷 贝贝有一种能力叫烫嘴硬吃 烫死人 但是超好吃 烫破嘴皮也要硬吃 这个草莓古老肉看起来就很危险 吃起来也超级怪 救命啊 再吃一块肉 除了甜味 我真的吃不出任何别的味道 没有肉味 也没有草莓味 而且肉还很肥 吃多吃几口豆皮卤笋 压压精 豆皮卷着清脆的卤笋 口感很丰富 酱具调得很清爽 完全不会很咸 最后我还点了一个经典的云吞面 云吞给的比面还多 旁边配的醋和辣椒酱 大跑了调皮 我真的是顶着剧烈的摇晃淡定吃面 这一口面下去太满足了 飞机再晃也影响不了我吃面 云吞磕磕饱满 可以吃到完整的虾肉 哦 肚子会打鼓 好饱 餐后果盘 上面摆了三根老椰肉 不太懂什么意思 我的妈呀 豪冰牙 跟刚才的热食简直是冰火两重天 吃完空姐就过来帮我铺床了 两个人一起帮我铺床 也太荣幸了吧 这个小哥哥铺床真的超级细致的 还给了我一个枕头芳香剂 喷出来有一种淡淡的植物清香 据说可以安眠 我第一次见到真的太高级了 重新发问 在飞机上你看到我这个造型 会被吓到吗 会被吓到吗 睡觉咯 我们等会儿见 起床啦 其实我只睡了四个小时 在飞机上也要熬夜就对了 我刚才在睡觉的时候 真的气流超级慌 我半梦半醒 一直觉得有人在疯狂咬我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早餐 反正选餐就记得 一定要选那个航空当地的食材就对了 又点了一个几小时前 才刚喝过的汤 空姐说 你想喝几碗都可以 又是满满一筐香气不必的面包 我还点了水果和黑咖啡 还有我最爱的全卖转基因卖片 好满足 这个果盘不知道为何 又搭配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亲民 我觉得它这样搭配 一定有它的原因 搞不好这样那么好吃 我试试 早餐的主菜是 顶桑和亭仔粥 都是我的最爱 顶桑给了四颗虾饺 烧麦粉果 亭仔粥加上满满的姜丝和葱 这一碗料给的超级足 各种海鲜和猪肚之类的 你看鱼给的这么大块 这个烧麦粉果虽然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但是在飞机上吃到也很满足啦 虾饺超级大颗 里面有满满三只大虾 早餐吃的超级满足 最后再来一盘水果收尾 我不会再吃那个清宁了 我谢谢您 吃完早餐收拾一下 我们就准备下飞机咯 国泰的服务真的超级好 绝对给满分 每一个环节都超级贴心 而且所有的工作人员态度都超级好 这边准备降落了 晚上从飞机上看城市 星星点点也太美了吧 最后我们的行李居然是第一个出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 之前别的航司的头等舱都没有按照约定 给我行李优先 点赞狂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